大量名貴包包、衣服、鞋子 整齊排在南韓仁川機場警方辦公桌上 這些都是一位航空公司承包的搬運工 過去兩年來投來的旅客物品 而且專挑頭等艙或商務艙旅客行李箱 只要鎖頭密碼是0000或1111 幾乎都遭毒手 南韓仁川機場鬧小偷 首都首爾的地鐵交通也大事不妙 因為首爾交通公社公會 宣布從南韓時間9號早上9點到10號下午6點 進行大罷工 大批通勤族有秩序的上下樓梯除月台 不過9點後地鐵班次密集度 將減到原本的82% 晚間間尖峰時段則降到87% 預計車廂力會變得更擁擠 首爾交通公社還加派公車 協助輸運人潮 但勞資談判再瞧不攏 不排除第二次罷工 這意味13%的員工都要被炒猶豫 從去年7月來首爾交通公社和工會 已經談判11次都失敗 工會怒嗆資方 赤字責任等於丟給員工扛 不過他們表示如果管理階層 提出更好建議 他們願意隨時再上談判桌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看最完整的新聞 我們到處理解決定 購文會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